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我们一起来看神的话语 记载在约翰一书的第二章 我们要攻读第一节到第六节 经文这样说 我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 是要叫你们不犯罪 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宝 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 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 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 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 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 便是说谎话的 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 凡遵守主道的,爱上帝的心 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 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 人说他住在主里面 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 约翰书的作者告诉我们 遵守神的道 就是表达我们是爱上帝的 那么如果一位爱上帝的人 他不遵守神的道 那是说谎话的 所以这两个事情是不可能相冲突的 我遵守神的道就是因为我爱他 那么我爱基督,我爱上帝 那么我就会遵守神的道 不过我们要如果信细细来讲的话 遵守神的道 大家都知道 但是我们究竟是人 人本身就是一个惰性 所以遵守神的道 要跟运动员一样 要去操练 就像一个音乐家要操练 钢筋家要操练 当我们在操练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越来越熟悉 怎么样遵守神的道 因此遵守神的道是一个操练的功课 每一天我们都要做 必须日日练习 直到养成习惯 那么遵守神的道 我简单讲 它是有两个方面 一个是内 一个是外的工作 我们讲内在是指明白 神的道 我们必须去探讨 去研究 毕竟 这是写出 耶稣基督透过犹太人的历史生活 写下来的圣经 在教会当中 初代教会有许多的背景 我们必须进入到圣经当中去明白 用现代的话语来解释 所以明白是很重要 可是指外在呢 是指一个行动力 遵守神的道 明白却不行动 就会变成雅各所讲的了 这个信心呢 没有实践出来 这个爱心是假的 行为必须证明我们爱上帝 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圣经的话 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节 都告诉我们说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于教训督则死人归正 教导的权益都是有益处的 那意思是说 你必须去锻炼祂 明白祂才有益处啊 你不能够只有听说 不去好好探讨 所以因此 我们在探讨神的话语当中 必须好好地操练 亲爱的弟兄姐妹 遵守神的道 毕竟是一个属灵的功课 我们既然要明白上帝 上帝是一个灵 祂的话 是充满了圣灵的能量 我们要寻求上帝 圣灵的帮助 求圣灵引导我们 明白祂的话 我们都晓得 圣经其实你要探讨 除了启示文学 给我们感觉非常的艰深之外 其他的部分 都似乎是非常容易明白的 特别是看到这个 叙事的圣经 也就是故事的圣经 很好读 诗篇也写得非常的容易明白 但是圣经奥秘的地方 不是容易明白的事情而已 而是去灵里面去实践它 明白它 行为是实践它 我们明白能够实践 那才有一处 这里有几个方向 来跟大家分享 第一个 遵行的道 必须我们要养成一个灵修的习惯 从没有灵修到固定灵修 然后享受灵修 天天灵修 第二个呢 我们要固定的读神的话语 从不曾读神的话语 享受读神的话语 然后聆听神从祂的话语 对我们说话 第三个呢 遵守神的话语 我们就要寻求圣灵的充满 从圣灵的内住 一直到圣灵的能力 我们会说这不好学 但是就是因为不好学 我们就单单来学习相信 领受就可以了 再来我们要常常与主来交通 我们看见 我们为什么没有办法跟主交通 是因为我们有罪的时候没有认 因此当我们与主交通 圣灵光照 我们常常要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 再来我们要学行爱心的扩张 从爱上帝开始来爱自己 爱自己的家人 再来爱你的朋友 爱你的仇敌 试奉的遵守神的道的操练呢 还要学习试奉 每一个人来到教会 你都要学习装备自己 因为神呼召我们 是为了要做他交代的事情 门徒是被叫来交代事情的 没有说门徒不做工的 我们现在误解了 以为门徒只是少数人 传福音服侍是少数人 错了 我们应该每一个人都有机会 都一定要来侍奉 只有是专子跟带子的分别而已 再来我们的遵守神的道 就是要带领家人来信主 我们虽然有些人是一个人信主 神就操练我们 在祷告的当中为家人迫切地祷告 让你全家因为一个人信主 全家能够得救 侍奉的步骤非常的关键 我们之所以能够侍奉 是因为我们遵守神的道 当一个人遵守神的道 我们就会如同像保罗一样 在异象的当中 看见上帝对我们的呼召 当一个人他在传福音过程当中 遵守神的道 他就会顺服神 圣灵就会带领他 异象就会出现 神的神迹奇事 也会随着我们出现 为什么呢 因为他看见 你在做他所喜欢的事情 他看见你在遵行神的道 他当然希望 要将能力加添给你 这些事情 我们在《使徒心传》 都看得很清楚 我们也看见 现在许多弟兄姐妹 可以经历到 又新又火的见证 为什么原因呢 因为他们都在遵行主的道 听了神的道 就去使见了 愿上帝祝福大家 神的神迹奇事 常与你同在 阿们